再来要聚焦的是中国大陆高度被大家关注的网球名将彭帅在被消失将近三周之后 大陆的外交部宣称他近期有参加公开活动 而且周末彭帅也和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进行了视讯通话 大陆的官媒也透过推特发布了一系列的影片跟照片 从他出席青少年网球赛和友人聚餐到在家里的生活照 但这些照片都没有平息外界的质疑 外国媒体纷纷扮起了柯南 很想要验证彭帅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心 而现在美国和英国都考虑要对北京冬季奥运进行外交的抵制 就连法国的外长也警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外交后果 中国官方媒体一日一报的女子网球选手彭帅 21号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视讯通话约30分钟 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指出 彭帅一开始就感谢国际奥会对他的关心 表示他平安无事 住在北京家里 希望此时尊重他的隐私 人消失了快三个星期的彭帅 这个月二号 在微博自爆与相差40岁的中国大陆前副总理张高丽 有性关系后销声匿迹 根据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po在社群的影片 彭帅星期天现身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 他身穿深蓝色夹克和白色长裤向观众挥手 也为小球迷的超大网球签名 但外界无从确认影片真位 英国skynews记者干脆跑到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一探究竟 中国官媒笔下的彭帅不只出席了网球赛 周六还跟教练和友人到北京高棚满座的餐厅用餐 彭帅在影片中看似轻松但不发抑郁 影片里的对话则刻意提到日期 彭帅是否真的在周末上馆子聚餐 外国媒体纷纷前往影片中的地点 北京宜兵招待所求证 根据餐厅经理的说法 当天包括彭帅在内 一共7人到这家川菜馆的包厢用餐 餐厅老板也在场 另一支影片则是在餐厅门口 出现今日已消毒的告示牌 但仅写11月并未标注日期 穿着淡紫色羽绒外套 头戴白色毛毛的女子疑似就是彭帅 影片全长15秒钟没有现场音 中国大陆央视记者沈思伟 19号晚间则在推特贴出四张照片 彭帅在满是不偶的房间 斗毛玩耍 声称是彭帅在微信 po出的讯息 还写上周末愉快 但这一系列照片和影片 都无法证明彭帅行动自由 外界也质疑 为何不是由他本人发布 而是透过中国官媒 且都是在推特上分享 中国网友不翻墙根本看不到 国际网谈持续发生力挺彭帅 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态度更强硬 主席赛门写给中国驻美大使的信强调 如果北京无法保证自己国家网球选手的安全 WTA将无法继续在中国举办赛事 包括每年女网的压轴好戏 WTA年终总决赛 原定到2028年都要在深圳举行 职业女网恐将损失数亿美元 继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考虑外交杯葛 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季奥运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为了抗议中国人权记录 英国也考虑外交抵制 方案之一是首相强森不参加 但英国驻中国大使仍会出席 法国外长也表态 彭帅事件显然已经从网谈大事 升级为国际外交问题 中国官方越澄清 琢磨越深 外界就越怀疑可信度 北京再不让彭帅自由对外发声 证明他的下落 恐难平息国际质疑声浪 TV新闻众可报道 原本来的这是美私仅会的